这个桥下它有一个水位线 能看到从这个过水的这个痕迹 已经达到了1.75了 就是可以了解到 昨天桥下最低处这个水深 是达到了1.75这么高度 在附近的居民都说 这个车辆当时是困在了 距离这个桥下最深处 大概还有十多米的一个距离 在这个就是从南向北 想过桥的时候 在这个车道这块位置 大概是困住了 这个车呢 它是停在了三个车道 它大概是在最右车的车道 能够看到一个车顶 但是人员是应该是 被困在里面出不来 那现场的居民也说 当时是9点多钟的时候 开始这边下得特别特别大 就是附近居民都说 他们家里的窗户都已经漏雨了 而且不是几户人家 家里漏雨的情况 因为水上的太快了 他们也可能没有坐到 及时的汽车 所以发生了这个悲剧 那刚才我的现场 也采访到了海淀区水务局的人员 这个地方并不算一个 经常积水的路段 昨天晚上比较几户 是因为这个雨特别大 去海淀区水务局的人介绍 他们从附近的这个雨量站 了解到的情况 大概从9点钟开始 这个地方突然下大 到9点34分 也就是半个小时的时间 这里下了90毫米的雨 我了解到这边的这个 地下的排水管线 它的直径是1米35 这个是正常的 就是现场的这个排水 集团的人员 防水人员也已经刚才 勘查了 这个排水管线是正常的 没有被堵住的 排水的情况也是良好的 所以说目前来说 可能还是因为 短时的雨长比较大 造成了这些悲剧 当然现场的这个工作人员 水务局排水集团 他们也还在继续的工作 要继续调查这个事件的原因 海电区对于这起 这个困水事件呢 现在也在进行后续的处理 哇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